心与你同在 心与你同在 大家好,我是凯云 我是炎炎 我是洪耀 2017年的时候 我看过一个比尔盖茨的TED Talk的演讲 就在这个讲座里面就有人问他 什么东西是你在未来最害怕的 就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会觉得他会想要说什么 这个气候变化啊 或者是一些天灾啊之类的 但是在那时候他就觉得 这些其实都不是他最害怕的 他最害怕的其实就是瘟疫的发生 因为他自己本身其实是在非洲 一直都有致力的帮助去提供他们这些疫苗 关于这个马拉利亚这个病毒的这些疫苗 所以他亲身体验之后 他的第一感官就是 这个病毒的肆虐是造成人类灭绝的危险性 其实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那2017年的这个演讲的结尾 他就说 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准备 我们下一次真的有疫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能够应付的来 三年之后 很明显 我们没有准备 我们应付不来啊 就全世界现在绝大部分的地方 都还是感染了这个新冠肺炎嘛 所以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突然间发现 我们人类好像在这方面 其实没有准备 有很多很多的不足 各个国家都遇到了不同的情况 有些国家做得很好 有些国家就完全沦陷了 所以在这之中 我们人类到底能从中学是学到什么东西呢 这个病毒的源于 至今为止很多国家或者是个人都在采测 有的是说野生动物 人类贪吃野生动物 从而把野生动物当中的病毒带到人的身体上 那有一些阴谋论呢 就是美国和中国互相指责 那中国指责是美国放的 他的外交人赵立坚 就是外交发言人赵立坚说的 这个 那美国呢 那也说这是中国实验室里自己带出来的病毒 但到目前为止 究竟这个病毒来源于哪 根据科学这方面一个研究 这个目前来说新冠病毒跟篇幅当中的这个病毒 它的相似度达到96%到97% 那是不是就可以说它来自于篇幅呢 它是它的宿主 这也是我们一贯的在科学界 在医学界所认可的一个结论 但是呢 假如说是这个病符是中间宿主的话 那它的原始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呢 最近也有科学研究证明说是穿山甲 穿山甲里当中的这个一个病毒 跟现在的新冠肺炎病毒相似度 也达到98%到99% 这些病毒在没爆发之前 人类身上是不存在这种病毒的 但是之前它会存在穿山甲 或者存在这个篇幅的身上 证明它确确实实在这些野生动物上的这个病毒中 还是存在的 在这样的一个警示下 我们究竟对野生动物与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如何才能更好和谐的生存与相处 这是另外的一个引起大家讨论的一个命题 不过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的 就是其实之前的SARS病毒 还有旧马来西亚的这个利白病毒 他们也是由蝙蝠身上传染下来的 所以其实真的要所学习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要早就学会了 因为毕竟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的 但是似乎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种感觉就好像类似是天灾了 它是你没有办法预测的东西 毕竟大自然产生的东西还是让人难以预测的 似乎现在在中国官方认为这个病毒 虽然它官方说好像是美国所谓 但是它现在有一些法律是专门针对 就是禁止野生动物贩卖的这样子一些法律出台了 就是包括穿山甲在内啊 然后这样子的一些野生动物相适应的 这些法律都出台 也证明中国官方对这一方面还是蛮重视的 但其实说回这件事情啊 其实在早在03年的时候 中国因为那个广州SARS 因为穿山甲那个爆发之外 其实就已经有相应的法令去管制这个情形的发生 只是还是回到那一个论调就是为什么同一个时间点 还是这一次由中国这边这个爆发出来 是不是可能这个法律不奏效 还是那个管制没有到位 还是说这个野生市场 我们它其实可以给国家的收入带来很大的经济红利 以至于我们可能忽略了野生动物给我们很多的风险呢 所以在生物安全这一块 其实是我们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必须要格外重视的一件事情 千万不要好了伤疤就忘了痛 03年的事件是一单 然后2020年同样也是野生动物 这是一个围堵 而更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有一种讲法 为什么野生动物他们其实很多的传染病 是因为像是在华南市场 我们回顾到那个我们一般的认知当中 是这个病毒的来源 你看看所有的那些野生动物 其实每一个野生动物身上都有很多不同 各式各样的细菌嘛 对不对 那华南市场它就像是一个聚集地 有不管是我们一般的家庭也好 还是穿山甲啊 长颈鹿啊 或是甚至马来墨应该都有的 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当中 如果你有去看相应的一些报道 他们就这样把它挤在一个空间当中 也就是说可能你上边是一个穿山甲 下边可能就是一个马来墨 然后穿山甲的那些排泄物 它就会慢慢的流到下面的这个 所谓马来墨的这个生存积极地 所以哪怕说我们可以发展野生动物市场 这个是另一种说法 但是是不是 针对这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管理方式 也不应该是用这种方式进行呢 把所有的动物都聚集在一起 就增加了那个病毒交叉感染的风险 因为我们知道说 有的病毒其实跟某个动物 它寄生在一起 是不会发生任何的问题的嘛 对不对 但是它通过物种跟物种的传播之间 最后传到人身上 就形成了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发生 所以生物安全的这块 恰好是提醒我们说 我们在对待这个病毒跟野生动物之间 我们其实要更谨慎 更更小心 其实也不只是聚集的问题吧 就在卫生条件上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当你卫生不好 或者是这些动物被关在狭窄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生病的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的大 吸引感染的可能性也很大 所以在这方面就变成了 这个病毒滋涨的环境 但是你撇开野生动物不说 我们看我们这种自己养的这些家禽 或者是我们的这些牧业 它其实也是一样会产生病毒 比如说H1N1也是从鸡的身上来的 我们刚才说到 力百病毒是从这些猪农养的这些猪发生的 就是我们所知的最近的两个例子 虽然是从野生动物来的 但是还有其他例子 也是从普通的这些动物身上 我们看到这些已经熏养的鸡牛羊 所以病毒它不只是野生动物的问题 那家禽为什么会感染 其实有一种讲法 就是因为我们在动物的身上 用了很多的抗生素 以至于就是当很多的动物 就是这个病毒在跟抗生素搏异之后 它会自己进化变成更强的这个病毒 而我们又没有办法 在这个抗疫的这个部分当中去赢 其实这个东西也反映了 我们现在对待病毒的一种思维 我们对待病毒的一种思维 永远就是我们一定要战胜它们 我们要打败它们 但是其实老实讲 病毒这件事情是跟人类共生共长的 这个观念是我们要理清的 我们是不可能完全的根治病毒的 你可以发现历史上我们人类做出很多努力 我们想要用抗生素去解决某些病 但是病毒在某个期间一定会卷土重来 而且会以你想象不到更强大的方式重来 所以来到当今的这种抗疫方式 我们在各国采取了很多措施 比如说有的国家封城 甚至是封国或是强制隔离之后 突然间有一股很奇怪 对我们来说有奇怪很吸引的声音出现了 就是英国当地的某些专家所提议的 就是他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抗疫 四场九战 肯定没有办法用普通的隔离 或普通的封城去真正的克服这个问题 他们建议怎么样呢 我们就干脆放任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肆虐 让至少60%的人感染这个病毒 从这个方法 人类我们会自动的产生某些抗体 去克服这个病毒 那么到那个情况当中 哪怕有第二波的来袭 第三波的来袭 我们也别怕 因为我们身上已经有了这个抗体 他是用这个角度去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整个抗疫的思维可能要改变 就是不要再想着什么战胜了 想着怎么跟他共存 并在共存当中稍微比他好一点点 用这种方法来引领 不得不说是真的是很新颖 也招来很多人的这个诟病也好 还是非议也好 这个消息爆出之后呢 我还蛮惊讶的 就是在前两天 我跟一个也是在业内很出名的一个医师 在谈论这个问题 我问他中国的这种防堵封锁性抗疫 还是蛮有成效的 然后他说中国的防疫的举措不一定是最正确的 他认为呢就是这种群体抗疫才是正确的 就是说让大家去感染这种病毒 从而形成这种免疫力 该生存下来的呢就生存下来了 它的免疫力以适应这个病毒 就比这个病毒要强大了 那如果不幸没有生存下来的呢 就结果被历史所淘汰了 这也是一个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生命的一个历程吧 还反举了一个例子 如果说是我们现在的这些举措过于人为性干扰 过于强大的话 那有很多的这个免疫力比较低下的基因 不那么太强大的人就生存下来了 但是这个病毒是逐渐在进化的 逐渐在完善的 一旦以后再出现更一个强大的病毒 那这些人的这种免疫力是十分之低下的 对于这个强大的病毒来说 所以说人类有可能未来会遭受一场非常强大的灭顶之灾 所以他认为为了长期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话 最好是群体抗疫这种方法是最有效的 但是这样就牵扯到了道德的这个概念了吧 毕竟你总不能让所有人 或者说你让60%的人感染 那么你怎么确定在60%里面的人有多少人 就肯定他们不会死 就是在这情况下他们的威权力大约多高 如果感染的人死了 那么是他们该死吗 就物尽天者施者生存 所以他们自己没有免疫 他们就该死 这样说法不可能不忍道吧 所以这样的提议其实还是有点 这个是草菅人命吗 是这样说吗 这个观念哦 其实有点像是这个达尔文社会主义的讲法 就是物尽天者 这个医生如果知道他的姓名 可能会给很多人骂 不过这是开玩笑 不过回到来 刚刚凯明讲 他透过这样子的方法 要成功有一个隐含的前提 就是这个所谓的病毒 是人体所能够接受的 其实这个东西就跟我们一生出来 当我们是婴儿的时候 就打一些疫苗 就是它其实是让你的人体 接受一些你可被控的风险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不是 要追求一个零风险的社会 而是这个风险应该是可配控啊 我说的是在这个疫情的方面 但我们看到来到现在 为什么这个方案会被非 是因为很多人 对很多人而言 特别是一些老人而言 这个风险是没有办法承担的 也就最终会导致他们的离世 这一点我们稍微再隐身一点 其实我们在这次的议席当中 从一个公共医疗的角度 我们其实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也不是追求每一个人都要去医院 或是患了这个新冠状病毒都要 那我们现在看到说 可能有一些比较轻微的案件 我们都会可能就会大肆报道 有20中30中 可是如果像我们马来西亚 去到像是韩国这样的境地 他们的政府就会宣布怎么样 就是如果你只是有一些轻微的症状 你是确诊病患 但你可能只是有一些咳嗽怎么样 或是你年轻力壮 你比较道德的做法 不是要去医院 你是自己自家隔离 真正的这些公共的资源 应该留给有需要的人 所以从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说 还是我们会回到一个 我们要优先照顾水的问题 是一个关于资源分配的问题 在这方面其实有更残酷的选择 比如说他们在危机病患的时候 他们因为医院爆满 有很多病患 所以他们其实在救治的时候 他们都需要选择要先治愈哪些人 比如说在意大利就有例子说 他们必须要选择比较年轻的人 如果两个病人都是危机的话 他们会选择年轻的人 然后比较年老的那个人 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照顾 可能就因此死亡了 所以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 其实可能道德都没有办法去衡量 你到底应该怎么做了 对 这就是所谓功利主义的想法 为什么是选择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可能某种想法 就是他的社会生产力更高 或者是换一种维度来讲 就是年轻人 已经有这个机会去享受他的人生 那对比起老年人 可能你已经享受过了 就只能够牺牲你的角度 就有很多这种资源分配的 这种伦理之间的争议 其实会在这次的疫情当中发生 包括说所谓的我们口罩 就是为什么有前阵子 有一些部长会告诉你说 你没有事情不要做口罩 也是这个机理 就是口罩应该发放给一些真正比较有需要的人 比如说这个前线的病户 甚至有一种讲法是 你应该把你本国的口罩送去重灾区去做 就是你要最大化 你要使得那个效益是最大的 当然这种行径 其实老师说是很违反常识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般上遇到疫情 我们当然是我们越短越多的资源 这对我最有利的嘛 一个人最本能的一种反应 可是来到疫情的面前我们反而不能够遵循我们自己的本能 很多情况当中 你一个人 短了这个十天的口罩 都不比有十个人每天获得一天的口罩 这样子的一种安排 因为疫情毕竟是一个 我们必须每一个人合作才能够有效抗议的一种巨措 但是我还是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大家就每个人都是自己个人的个体 就祈祷大家都会表现得更好 就好像是祈祷世界和平一样没用 所以到最后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要回到这个国家的政府的政策 如何去应对这些危机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新冠肺炎发生过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国家应对方式不一样 比如说在韩国 对比韩国和美国的话 可能就会看到韩国其实在疫情发生之后 爆发之后 他们马上有一系列的这种措施 有足够的器材去检测大量的病患 还有一个整个系统是什么 十分钟的这个检测 从再检测到 把病患送到这个检测厂的过程中 都是处于隔离的状态 绝对不会有出现传染其他人的情况 所以在有这样的完善的系统之下 就能够大量的控制住疫情 不让它继续的传染 那么在3月12号 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呢 也发表了一个直播讲话 面对所有的媒体 那么在他的讲话当中呢 也讲述了新加坡 如何去应对这次新冠肺炎的 在这个演讲当中呢 他提出了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呢 就是必须优先治疗 那些比较严重的病例 因为那合理的做法呢 就较严重的这个病例 要让他们住院并且鼓励出现轻微症状的病患 也表示呢 如果倘若病例增加呢 新加坡必须要实施更多减少社会接触的措施 你包括暂时停课交错的工作的时间 然后还有强制性电子通勤等额外的紧急刹车等措施 以放缓病毒的传播 他也表示不打算将这个目前新加坡的警戒级别提升至红色 也不会像是中国和意大利那样封城 而是预先计划 加强措施 先进行测试 让新加坡人做好准备 这也是新加坡这方面给大家在这次新冠疫情期间做出的一些措施 值得大家去借鉴和反思的 对对对我前几天才在面子书看到这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这个发言 就讲得非常详细 到底新加坡会怎么样去应对这个疫情 也会告诉各位各个投资所说安抚大家的情绪 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安抚这个民情 但其实我觉得除了是他们本身这个抗疫工作做的很好 主要我觉得他的发言也非常是妥当 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新冠状病毒肆虐之际 每一个首领他的发言 其实他的那个作用像是一个定海神针 这样如果你做得好 其实是对你国家的经济 或是对你人民的那个安全感是有所保障的 反过来讲我们马来西亚的首相 在3月16号发布的这个讲话 我个人是觉得有很多暧昧跟模糊的地方 就是马来西亚在3月16号发布了这个行动限制管令 就说哪些地方必须关闭 哪些地方可以照常的运作 可是从这个首相的讲话当中 其实我是有很多的困惑的 就是具体而言到底我是能出门呢 还是说我的公司中小型企业 可能我做的是一些奶茶店的事 可不可开呢 这些都是有很多的未知 所以从这点其实我们得出一个很明显的比较 就是一个一国之军 或者说领导人 你需要发布很清晰那个指示 那我们底下的民众才知道要怎么进行配合吗 如果你讲一些有一点点没有太明确的指示的话 其实反而是使得我们无所适从 但你这个讲话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帮助我们 这个一起准备抗议的工作 是清晰之外你还要目的明确吧 比如说这个要封国就不让外国游客进入的情况 好像你乖乖的 毕竟马来西亚其实最近爆发的几个大例子 其实都是本土人传人的一些事情发生的 不算是从外国的人进来而传染的吧 所以在颁布你要封国的时候 其实底下人民可能就会有这种疑问 有这个必要吗 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我们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吗 就各种各种的疑问吧 这是一个面向 就是那个内容的部分 但其实你看下其他各个领导人 还有一点是像是美国的这个特朗普 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希望把这个事情大而化小 然后整天用这个推特发言 这个东西不就是一般的流感而已吗 就是很多的领导人的发言 其实是会很影响那个抗议的工作 而进一步讲 其实除了领导人之外 政府的一些态度跟举措施 而这个措施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像是这个新冠状病毒来临的话 其实我们也需要顾及到很多一些 守庭就口庭的一些人 他们的生活应该怎么过 我们其实政府也应该有相应的这些措施 去帮助他们 在疫情期间呢 我们也需要做好自我的这种防护意识 以及这个自我的这个需要需求 我们直接的需求呢 就是做好自己的战略储备 你包括在马来西亚宣布活动限制令的前期呢 会有很多的人到商场去购买食品 包括肉蛋 然后在这个期间呢 其实我也去到商场去购买 能够足以维持家里两周所用的这些食物 我就看到很多的人买了四五袋米 那种大袋的米四五袋米 然后现盐呢买了七八袋现盐 都是这种大量型的购买 所以足以看好像似乎大家针对这个疫情 已经做好了长期的备战准备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国家的首相慕尤丁 他也在媒体上告诉大家说 大家不要囤积食物 因为我们的食品的供应 是完全可以满足所有民众的这种需求的 可以按照平常的时候 适量的买多少 不要一下子买很多的储存在自己的家里 这样子的话很容易引起市场上的混乱 所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也让很多的民众能够在疫情期间 以平常心去对待 也相信我们的首相所说的话 我们的战略储备我们的食品供应是充足的 我们只是按照平时的这个需求来买我们所需的食品就好 更重要的一点呢 是国家的医疗战略储备 战略储备的部分呢 我觉得透过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 我们以后可能各个政府都要储存好足够的抗疫的一些防护用具 比如说口罩啊 防护服啊 呼吸机啊 这些其实都是在对抗疫情当中必不可靴的战略物质 我们看到什么情况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前面一两个月我们有足够的口罩供应 但是随着我们可能捐了一些给这个冲骨啊 或是说我们过后我们的这个医患爆满的时候 人己为患的时候 我们就会遇到一个窘境 就是我们看到街上很多人没有戴口罩 但其实也不是他们不要戴 而是根本没有货可以去拿的 所以居安思维的这个意识很重要 不要临时爆佛小 就是真的有疫情的时候 你才有每一个居家 甚至我的想法是都该要有一定的这个存量的口罩或是洗手液在家中 以防不死之躯 不过这战略储备其实它更大难题是 它是一个长期的有效的计划 就是说这个政府在疫情发生之前 他自己本身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去储存 这些资源都是在危机发生之前看不到的资源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容易会出现一些问题的资源 毕竟它是一个有很多管道可能政府的腐败 或者是这些政府的能力不足 就会出现问题 虽然说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 有了这个经验之后 大家都知道应该要有这样的储备资源 但是能不能做到 又可能是不同国家不同政府 可能就不同的情况了 在这个时间段呢 其实中国国内的这个疫情呢 逐渐的在转好 除了中国之外 其他国家的疫情在逐渐升温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呢 中国呢也是去力所能及的帮助 可以帮助过的国家 因为这些国家曾经也帮助过中国 那么中国呢也需要伸出援手 在危难的时候帮助这些国家 你包括意大利 那么中国也派乡之音的医护人员 然后去到意大利与当地的医护人员 共同的就一些新冠肺炎的救治的方式和方法 提供一些交换上的意见 另外一个方面呢 中国也是对伊朗这方面 在医疗上和物质上进行了援助 就在马来西亚也发生了这样的 这个疫情的升温的一个状况 我身边的有一些朋友圈 然后他们也都是中国的 在马来西亚的企业家们 他们呢也是聚在一起 然后一个人捐一千马币 两千马币三千马币的 然后通过这些物资呢 在中国买大量的口罩 把这些口罩运到马来西亚的民众手中 给予马来西亚的这个民众所需要的 这样子一些群体 或者是医疗的医护人员的手中 所以足以看到 其实目前来说 我们这种国与国之间的 相互的沟通与友好 在疫情过程当中会显得更加珍贵 对的 那个中国国家的主席习近平 在近日也致电了意大利的总统 马特雷拉 伊朗的总统鲁哈尼 韩国的总统文在寅 和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表示中国愿意提供援助 并且呢 对各国抗疫取得胜利是充满信心的 在这种危机时刻 其实就更多的需要 就各个不同的国家联合起来 组成一个国际的组织 希望在这次疫情之后 世界卫生组织 能够是对这个整个国际公共卫生 建立一个更明确的有效的SOP 那么下一次在疫情爆发的时候 整个国际都能够更有效率 更有准备的去应付这样的灾难 瘟疫思虑已经一再提醒人们 必须正视病毒传播所造成的 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卫生问题 特别是这种问题的发生 和处理应对呢 必须受到国际公约的援助 所有的病例和疫情 都应该在国际监督之下 每个国家都可以独立处理和协作处理疫情 但是都应该采用国际通用和公认的处理标准 并通过教育的方式 为本国的民众广泛进行科普 中文字幕提醒人们 解采用意识 标 za 公stan 的 扩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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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